大家好 今天的新闻来自The Diplomat 外交 现在主权归属日本的冲绳地区 发现在那边的美军基地又泄露了大批的化学物质 污染了居民的饮用水 这个是个旧文 但为什么现在说呢 因为Diplomat 上面说 当地的冲绳官员又一次的被美军和日本官员拒绝进入的基地 查看具体的污染情况 那么是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呢 是美军武器库的灭火剂 多福岩金化火舞那种东西 这个东西非常厉害 大家可能家里有不粘锅的话都知道特弗龙是什么 你们想想特弗龙是什么性质 耐高温不用说了 耐腐质 耐酸 耐减 耐冷 耐热 基本上你能想出来的都耐了 只不过它就是在常温下面 我们烧饭还有它的耐受范围内它是无毒的 但是它如果是超高温 当然这个超高温肯定要高过我们平常做饭的温度了 它是有毒的 那么就这样的一个东西 有2300升被美军的士兵因为误触 就直接就泄露了 泄露之后是污染了整个冲绳的地下水 包括在那边的几千美军 冲绳45万居民都喝的是被污染的水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琉球日报 他们不叫冲绳 他们叫琉球 住在冲绳的本地人 非常多的人并不完全认同自己是日本人 这个截图是Diplomate上面的 并不是原网址的 但是我尝试去查这个原网址 现在起码显示404找不到 我估计日本政府是没少帮大哥擦屁股 我们看一下各位 这基本上就是它一个地图 大家注意上面有一个70纳克每升 这是专家建议的多福安金化合物 中毒的标准 这个标定 而且专家说这个标定已经算非常高了 正常情况下不应该有70纳克 定这个已经算高了 但我们看看下面这个分的不同的地方测的 123456不同的地区 测出来高的地方什么2600 这平均一下看这个样子估计也要1000多了 你们想想现在琉球居民喝的是什么水 Diplomate上面说 说有当地的居民去医院做血检 检血液里面容有多少玩意 结果检测出来大概是35倍 然后下面说 旁边接地下水都是被当作农业用水来用的 旁边的居民日益反抗的声浪是越来越高 觉得这东西太危险了 2018年5月23号 这则是旧文了 那么大家要问来 万一什么都抗 那为什么对人有毒性 它是什么都抗 但这万一溶于水 那是不是也溶于血 所以你通过地下水负集 无论是你喝进去还是你吃食物 负集在食物里面被你吃进去了 然后就负集在人的体内了 然后这玩意会导致什么 各种神经营系疾病和癌症 包括肾脏毒性非常大 结果就导致当地居民炸了 所以你这玩意怎么可以这样 但我们看看现在已经2020年才发这样文章 为什么 一直在抗议 从2016年开始 当地的官员就已经跟美军基地投诉 大家注意 冲绳官员跟日本政府的官员要分开 日本的行政区划是都到府县 他们是往上面一起反应 然后日本政府就请示美军 说能不能让看 各位2016年开始申请 申请到现在 当地的官员还没能获批申请 去调查到底这个事发地 现在污染是怎么样的 而且根据日本跟美国签的 日美安保条约 美国的盟国在美国的批准下 有权进入这些基地 比方说谁呢 比方说德国就可以 但是日本没有权利 而且在日美安保条约里面 明文规定 说假如美军从这个基地撤出了 在地上留的各种乱七八糟的污染物也好 地下的污染也好 对当地的生物环境造成的污染也好 全都不负任何责任 不用清理 就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的拍拍屁股就走了 你们能理解吗 那么为什么冲绳这边的污染物含量这么高 冲绳人民如此愤慨呢 因为冲绳的地理面积不到日本的1% 但是它却有日本2%的美军基地 冲绳在日本的最南端 对吧 本来是古琉球国 旁边都是一大堆富士岛屿 为什么在那里要住这么多的军啊 是防着谁啊 可笑的是 之前美军已经撤出的几个基地 当地的冲绳政府 已经将近花了两亿多美金 用来清理美军留下了各种污染物 各格拱的污染 放射物的污染 这种什么乱七八糟都耐 而且还能溶于水的多幅丸 激化合物的污染 当地的居民是苦不堪言啊 我刚才特别去查了 既然这个材料这么牛逼 那现在到底是怎么处理呢 这玩意简直金刚不坏啊 反正这个玩意也不会被降解了 这玩意不断抗热抗冷 抗酸抗碱 抗光解 抗水解 抗微生物消解 还抗生物降解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什么东西 比它还能扛的 而且还溶于水 那么现在处理它就两种办法 我都觉得这不能算是处理办法 一种是想办法把它集中在一起 然后埋到地底下 这也算处理 那么跟塑料袋一样的吗 就有个像话说 等人类全灭绝了 埋在地底下 我们用剩下的那些塑料袋 还降解不掉呢 人类自己是没办法长生不老 但是我们的确已经造出了 长生不老的东西 寿与天旗 塑料袋啊 然而第二种方法 活性碳吸附 那么你吸附之后是为了什么呢 那不就是为了埋起来吗 所以就完你说2300升泄露 你地下水都成什么了 当然这个并不是我发事件 历史上冷战的时候 自从日本跟美国 签了这个日美安保条约之后 冲绳就成了美国核武器的试验场 你们猜猜我们前两天刚讲过 是吧 自己本土啊 丢核弹 丢了26克 包括我这边还看到了 美国军方自己承认 在美国本土651个军事基地 都有像冲绳一样的 饮用水污染 那么怎么解决 美国军方没说怎么解决 说本土在这些军事基地 给那些美国大兵 额外提供干净的饮用水 那么干净不干净 我哪知道 你说干净就干净呗 好吧 但反正冲绳的居民 你是没提供干净的饮用水 人家现在喝的还是污染水 1950到1972年 美军在冲绳进行了 各种各样的核实验 1959年的时候误操作 往冲绳港设了一枚 带有核弹头的火箭 然后当场两名美国水兵殉职 索性没有瞄准 所以射到海里面去了 1965年的时候更离谱 一个执行巡航任务的轰炸机 带了一枚氢弹 然后从越南要飞到日本的 恒须贺 著名的港口 结果半路上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氢弹就丢了 丢到海里面去了 然后再往后 1969年 在岛上又泄露了神经毒气 这也导致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 说美国宣告 我要放弃自己 可以首先使用化学武器的 这样一个权利 是因为这个事情才发生 但是可笑又可悲的是 我们今天拿出CIA的档案 这件事情CIA是已经解了密了 对当时日本舆情的一个分析 这上面的secret 就是秘密 是被划掉的 也就是解密文档 我是截图的 这个文档我整体都看过了 我只是截取这么一小部分 这两端都非常的精华 日本人对化学武器 并不与美国人要迟钝 这不废话吗 人家挨过核弹炸的 你挨过吗 你好像真挨过 对不起错管你了 因为他们有着著名的核过敏 所以日本的公众 非常容易被这种放射性的水污染 或者其他的邪恶的 在日本本土或者冲绳的 各种美军基地 连起来的什么战斗机的噪音 汽油的泄露 乱七八糟的鬼 而激怒 这些恐惧和刺激 经常性的就被和反美的元素 结合在一起了 我不知道日本人 稍微懂点英文的 就看到这则解密文档里面 美国人的口气 那是并没有把日本人当人的 非常直接是没有把日本人当人的 完全就是一个造物主的姿态 由高临下 种群评估一样 我自己看反正觉得是挺恶心的 那么这个是CIA的绝密档案 事实上琉球自明朝红五五年开始 就成为了我国的藩属国 本来是叫他碎碎来朝的 后来觉得他时代离得太远 叫他隔年来一次进贡 来了这种明清两朝 对这种朝贡 都是采取非常著名的 叫后往搏来政策 所以说每次才来朝贡 其实都是赚很多的 而且当时受整个的文化影响 周边这些国家和地区 包括日本韩国 韩国在去中国话之前 各位都是当地的上流人士 都是以自己能说会写 能理解汉字 都是当成一种 自己是上流人士 必须有的这种标配 那么朝贡当时的充足人家琉球 一延续就延续了500年 时间线一直到了1853年 日本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之前我们已经讲过的黑船事件 每个人开了个船 叫日本开商港 日本当时也别管走过不肯开 硬生生把你国门哄开了 然后日本人后来不是给他立了个碑吗 就那个事情 那个事情之后 引起了日本内部大混战 所以一派说我们就要学习洋人 一派说学个屁 所以日本当时也发起了 类似我们国家 义和团运动这样的东西 日本人叫做尊王攘怡 就出来的时候非常多的保守派和改革派 鼎鼎大名的改革三杰 就是这个时候出来的 目护笑云 大九宝利通和这个高山晋座 那么提嘴 大九宝利通这个人挺牛逼的 这个人是推行极度极权 日本当时还是目府 目府的呢 他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这哥们很赶的 但是最后就是他一定要推改革 保守派就是刺杀他 这个人很厉害 被刺客大哥砍了一刀之后 还指着刺客派 老子为国为民砍我干嘛 然后就抱着文件死了 大九宝利通啊 这样的人无关立场啊 真正的爱国者 值得尊敬 然后后来日本又因为这个事情 打得乱七八糟 是搞目府呢 还是搞天皇 搞出来什么长州翻 萨博翻 鼎鼎大名那些什么西乡龙胜啊 就是这个时候 后来天皇赢了 一统日本 然后就开始学西学 日本近代历史的开端是这么来的 就倒目 目府没了之后啊 天皇统一 天皇一统福桑 就开始全盘习化 这什么时候 1868年 美国人打开了国门什么时候 1853年 这才过了13年啊 13年就开始明治维新了 然后明治维新是1868年 是吧 各位 1875年发生了一件事情 同志死 光绪即位 也是同年 日本前史到琉球国去 强行宣布 中国不是你的宗主国了 唯独的宗主国 就是我日本 没过多久 又前史派兵 说我们不是什么宗主 翻属关系 你就是我的行政区 强行侵吞了琉球 琉球没有多少兵 也没有经历过 什么像样的战争 根本打不过刚刚打完仗 这边兵强马撞的日本 琉球王就派自己的亲戚 到清朝去求援 从福建一直到北上 直到找到了李鸿章 他们还穿的是明治官服 不输辫子了 清朝也没有家庭去剃辫子 你蛮衣怎么能跟我一样 我天朝上国 所以我留个辫子 你也跟我一样 那么我也成了蛮衣 就没有叫人家剃 结果这大哥学历爬着 见到李鸿章之后 留下了千古名句 这边是 刘秋仁 用文言文写了 各位 生不愿为日国属人 死不愿为日国属鬼 虽迷身遂守 一所不辞 这有多坚定啊 但李鸿章当时还对日本 到底是一个什么军力 就是玄默不定 后来又前世 想试图从外交的手段 来处理这个事情 结果中间还有这个美国内战 打完的格兰特将军 又来插了一脚 他刚刚当完美国总统 就以个人的身份来掺了脚 又碰到了近代日本 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几个人物 比方说伊藤伯文 反正最后呢 他向日本 而且日本呢 也的确却就军战了琉球 还打到台湾去了 找了什么借口 就918的借口 说台湾有人洗扰琉球的边境 琉球现在是我的地盘了 你不能管住台湾 我来帮你管 然后就派兵去洗扰台湾 各位我们看到日本行动的速度 是非常非常快的 1868年他开始明治危机 1875年就开始对外扩张了 而且他的扩张思路非常非常明确 南边是琉球台湾 上面是朝鲜 一个包围之势 当时这个李鸿章看的也是比较清楚 但的确是没跟日本打过仗 不知道虚实 第二个呢 好巧不巧啊 北边出事了 北边一礼被俄国入侵了 那肯定是北边比较近 而且俄国比较强大 所以李鸿章来不及了 想尽办法说 哎呀赶紧赶紧聊聊聊 琉球弹丸之地不要紧 就曹操了事 大家想想琉球人当时有多伤心 人家是生不愿为日国属人 死不愿为日国属鬼 迷身碎首一所不辞 结果当宗主国的人 我这妈自己有事没有办法 这个事情到什么时候 有彻底地结束 我们之前也已经讲过了 1895年 1895年是什么 甲午海战 签了什么 马关条约 割让了台湾岛 割让了琉球 又过了三年 又过了三年 清光续地 戊戌变法 最后失败 对吧 这时候已经比明知维新晚了30年了 而与此同时 在大洋比亚 我们之前做节目也讲过 美洲原住民3000万人 被美国人杀得只剩30万了 这时候第一次 被官方的 记录了美国的人口统计 历史是有记忆的 文化也是有记忆的 今天的冲绳 当地居民 要努力地 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镌刻下 浓重的冲舍 或者说 琉球印记 有多少是因为传承 有多少是因为历史 有多少是因为 他们或多或少 了解了那段 屈辱的历史 我才说学前 不得而知 但所谓 日美安保条约 美国可以驻军污染 丢核弹 什么都不用管 拍拍屁股就走 日本去选择 什么也不做 或者说 他们根本无权 管理自己的土地 这是所谓的 有主权 没治权 却非常明白地 跟我们招式了一个道理 中国的主权 治权 哪样都不能少 一百年前的历史 我们再也不会让它重演